针对台中捷运发生随机伤人事件 台北市长蒋万在主持道路交通安全汇报时 除了对这起事件表达遗憾 也已经要求北捷公司加强巡检 征派保全并提高见景率 北捷我们其实在过去 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想接下来 就请捷运公司依照刚刚相关的规划 除了保全能力增加监狱警察 加强整体的检警率 以及即刻的宣导市民乘客 整体的意识 以及当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我们可以在车厢内 有相关的求救灵 相关的通报机制 我想加强检运相关职员的交易训练 凭时的交易训练即刻的要落实 我想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到 市府跟所有市民朋友 一定是共同来面对各项的问题跟挑战 确保所有市民朋友乘车的安全 另外对于交通事故指标部分 台北市在六都中表现最好 也比往年进步 不过今年一到五月都有A1事故成长的情形 在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分析事故噪音后 台北市长讲完也要求相关局处加强宣导 也请交通局还有观传局 整体在宣传行销上面 要再思考 还有什么管道 可以赶快地露出 那露出的内容 也请交道 可以提供意见 也就是好 我们发现今年 机车的发生的事故 是比较大宗 那针对什么样的形态 来转化成我们影片或宣传图卡上面 很重要的宣导内容 还有刚刚包括交大大队长提到的 系安全带 好比这些 因为你说交道安全 涵盖范围会太广了 但我们一定要找出重点 以及具体的亮点 以及宣传的这些项目 来加强 对于U-Buy前30分钟 免费执行成效 蒋婉表示 在全市建策率提高到92%后 使用量已经成长33% 而前30分钟 免费政策的满意度 也高达88% 让台北市落实 减碳目标进度加快 不管是从目前 我们看到各项数据呈现 我们的建策率 也从之前 大概八成多 提高到了九成以上 甚至到平均九成二 另一方面我们的使用量也增加 增加33% 那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运气的转换 也就是从私人运气转换到使用U-Buy 也增加了22%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那另外整体民众的满意度 也都高达88% 所以我想当然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持续的优化 至于5月20号U-Buy系统全台大档机 甲烟也要求微笑单车公司应该及时通知台北市政府交局掌握情况 尽快恢复正常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 veya 980以下 咱们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